嗯 嗯 上頭了 上頭了 這總一看的真上頭 嗨 我是一隻無憂無慮的劉小兔 在森林中有很多關於我的傳說 有一天我在森林中散步 哎呀 我的腳受傷了 請問你會救我嗎 救我 救我 不救我 天啊 看起來你是一個多麼善良的人呀 怎麼會如此狠心 我只是一個人畜無害的小白兔 你再考慮考慮吧 好新人 再救我一次吧 我是一隻人畜無害的小白兔 只是因為太高興 跳了兔子而掉進了獵人的陷阱裡 而你只需要幫我找出正確的答案 就能救出我 請開動你們所有的智慧好嗎 請聽題 我的眼睛是紅色的 抱我的時候可以拉我的耳朵 我會吃自己的便便 嗯 這是個錯誤的答案 其實這個動作非常殘忍 會對兔子造成極大的傷害 因為兔子的耳朵大部分是軟骨 根本承受不住自己的體重 並且我們的耳朵裡有豐富的血管和神經 如果造成耳骨受傷 會導致我們的耳朵立不起來的唷 嗯 本兔再給你一次選擇的機會吧 嗯 很抱歉回答錯誤 常常人們以為我的眼睛是紅色的 但我的眼睛其實是透明的唷 因為我的眼睛裡有很多毛細血管 然後反射了外界光線 所以常常透明的眼睛就會顯出紅色的啦 嗯 本兔再給你一次選擇的機會吧 雖然聽起來很不可思議 但這是一個正確的選擇 我們平常吃下的食物纖維 主要在盲腸內進行消化 然後以軟軟的方式排出 看起來它就像一串串葡萄 所以我們也會叫它葡萄辯 盲腸辯內含有豐富的營養 為避免營養浪費 兔子們會把它們吃掉 以補充營養 謝謝你救了我 謝謝你好心人 作為回報 我要把我最愛的胡蘿蔔送給你 可是你不能拿去釣魚喔 不然你會被雲罵 不要問我怎麼知道的 冬冬換軍把它吃掉了 好 哈囉大家好 我是愛奇藝青春有你三的訓練生劉俊 看綜藝怎能不上頭 來愛奇藝娛樂觀看上頭的綜藝 請你三福利社解鎖更多訓練生的福利視頻 幕後花絮 見證訓練生的一路成長吧